此影片是使用测试幅录制的 一切将以游戏内实装为准 嘿兄弟 我是猛怕 我是Plan 今天要玩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讲平衡性调整的 对啦 这次的9月份平衡性调整 应该可以说是 一直以来最多英雄被调整的一次 没错 以往我们看到的可能是5个 6个甚至10个英雄 都觉得有一点多了 这是高达20多名英雄的 那现在我们马上就来开始 为兄弟们介绍介绍一下 Let's go 首先我们就讲一讲 地位被调整的英雄保利 他大招睡大招的效率就提升了 对啦 之前9段伤害的话 才可以睡到一个大招 现在8段就可以睡到一个大招了 而保利的大招就是 每丢下去后就有4段伤害 也就是说如果你大招丢中2个人 而2个人通知吃完全部大招的话 你就会有下一个大招的了 那第二位我们就说一说卡尔 卡尔也是提升了大招睡大招的效率的 对啦 但是这里它睡大招效率虽然是提升了 就不太明显的 你仔细的看会看得到有坏一点点 但是具体来说 可能你要加上普攻和大招混合运用的时候 才会发觉到这个差别 那第三位我们就说一说可尔特吧 可尔特是降低了普攻刷大招的效率的 但是在这里就没有那么明显 毕竟它现在改动过后 依然需要两发完整的普攻 才可以睡到一个大招的 差别就在于一颗子弹而已 那就可能是在打移动目标的时候 就会看出这个差别 对啦 毕竟可尔特你不是每一粒子弹中完敌人的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是会有影响到的 那我们就说一说它提升了大招续大招的效率 在这里呢 和它普攻一样都不太明显的 那接下来第四位呢 讲回是杰西的 杰西呢 他就被降低了普攻续大招的效率 这里就不太明显的 因为杰西依然需要六发普攻来刷取一个大招的 只是说他每一发普攻命中敌人的时候 就可以去多一点点大招啦 嗯 那如果是配合大招 也许会有一点点不同的效果的 对啦 大招续大招的效率也是被提升了 可是呢也不太明显啦 那阴烈人呢 他也是被提升了普攻续大招的效率的哦 对 现在的阴烈人呢 三发完整的普攻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了啦 而不像之前那样 打完三发普攻过后呢 还欠少少的 对啦 这里说的三发就是讲九下九之间要中到来 对九之间 对了 那大招续大招的效率呢 就被降低了的哦 对啦 但是呢 依然是三颗地雷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了 只不过每颗地雷刷取大招的速度呢 会慢一点点啦 嗯 再来到狂牛呢 狂牛就有一点点不同啦 嗯 基础水量被提升了一百的哦 就是从四千九提升至五千了啦 没错 所以后狂牛玩起来可能就比较 可以狂野一点啦 更加坦一点点啊 嗯 在这里他普攻刷大招的效率也被提升了 哦 所以之前需要三发普攻嘛 嗯 先需要两发完整的普攻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啦 那狂牛大招续大招效率呢 也是被提升了的哦 这里呢就其实不太明显啦 其实玩狂牛的玩家应该没有那么特别用大招去大招的 嗯 更多时候我们会装去我们想要的地方 而不去装玩家的 对啦 既然现在大招去大招有提升了的话呢 其实对狂牛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啦 嗯 那接下来达利尔呢 他也是被调整血量的哦 在一级的情况下啊 他基础血量从4800提升至5000了啦 对啦 因为达利尔最近也是出场率比较少一点点啦 希望这次的加强过后呢 达利尔就可以玩得起来比较顺一点了 再接下来就到爆破迈克啦 爆破迈克呢 将会被提升普攻续大招的效率 现在的他呢 两发完整的普攻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了啦 不像之前那样 两发打完后呢 还切一点点的哦 那一点点可能就导致你不能做出下一半空 继续被杀掉之类的 对啦 毕竟包括迈克这位英雄啊 他普攻是非常难命中敌人的 所以这个调整呢 将来对他整体刷大招有很大的满足 除此之外呢 包括迈克的新武装配件的BAR也被改掉了 很多兄弟一定有发现到了 为什么我开武装配件的时候呢 一颗炸弹炸中的时候 不会造成云现 没错没错没错 那是一个BAR来的 那现在呢 就算一颗炸中敌人呢 也会造成云现的啦 嗯 那再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说普利莫啦 普利莫他将会提升了啦 他普攻刷大招的几率的哦 对啦 在这里也看得出不太明显啦 毕竟普利莫啊 他圈都速度很快的 嗯 其实多那一两下呢 不太明显 可能在很关键的时候 才会帮助上我们啦 对啦 那他大招去大招的情况下呢 也是被加快了的哦 就是之前要中五个目标 才可以刷取一个大招 现在中四个目标 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了啦 对 虽然说我们不会同时 即中四个目标 但是整体上他加快了 我们刷大招啦 接下来呢 就是他的流行腰带武装配件啦 他放出来的范围 将会增加11%的哦 对啦 因为之前的武装配件呢 可以讲是 虽然陨石会炸下来 但是范围小 然后延迟很高 对 现在加大了11%呢 其实就好让普利莫 更容易的命中敌人啦 虽然说依然会有延迟啦 但艾米啊 他也是提升了普攻序大招的效率的哦 对啦 在这里呢 就看得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啊 之前打完三下过后呢 其实在参与大招才会有大招的 嗯 现在打完三下就立刻会有大招了 可以看得出呢 艾米哥玩起来可以到非常凶啦 吉尔啊 也是被提升了普攻刷大招的效率的哦 对啦 这里呢也算是一个小进步 但是这个小进步来说 对吉尔来说帮助很大的 嗯 就是讲吉尔打三下普攻完整的话呢 立刻就有一个抓了嘛 对 也就是代表说 如果他现在手上带着一个大招 他拉敌人过来打三下 就立刻会有下一个大招了 嗯 这样子啊 滚水球就会显得非常的厉害 嗯 迈克斯啊也是被提升了普攻刷大招的效率的哦 对啦 现在的迈克斯呢 三下完整的普攻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了 但是迈克斯这位英雄啊 子弹其实是乱乱飞的嘛 嗯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是有一点质疑 这个Bug法会不会真的好用啊 但是讲到底啦 有加强好过没有加强 没错没错 莫提斯呢 他就是被降低了普攻刷大招的效率的哦 对啦 但是不用担心 依然五发普攻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了 只过每发普攻刷大招的进度呢 会少一点点 啊 非常少吧 因为他依然是五发嘛 对 那他大招去大招效率呢 将被提升了哦 对这时候 我觉得对莫提斯来说是一个大大的Bug法了 嗯 只要莫提斯开大招打中两个敌人啦 再加上两个单体攻击的普攻啊 就可以刷取另外一个大招了哦 嗯嗯 那就是代表说 追着敌人来打之前呢 我瞄准一个方向给集中两个敌人的大招 打了过后呢 我对着同一个单体目标刷两次普攻 我又有一个大招了 知道 就可以让莫提斯一次带着一个有大招的情况啦 对 再加上他现在那个新武装配件 我觉得整体上他会非常的狂啊 对啦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Nita好不好 嗯 Nita呢他就提升了普攻去大招效率了哦 对 现在Nita就不像以前那么尴尬了吧 嗯哼 现在呢打完六发普攻就会有一个大招了哦 算起来是快了很多了 嗯 除此之外呢 他也提升了大招去大招的效率哦 之前的熊熊攻击啊需要打十二下才有一个大招 嗯 现在熊熊攻击打十下就有了哦 虽然说这里可能不太明显 因为熊熊没有可能打到那么多下了 嗯 这样狂暴打之下那个人就死了嘛 对 因为大家也会很快把熊血刷掉了 那现在他的武装配件使用次数呢 被提升到三次了哦 诶 之前Share过一波嘛 被人两次 现在加回来被三次了 但是很可惜了 现在他的武装配件震荡熊掌 就会有一秒的延迟 哦 这样子用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顺手了对嘛 但是我觉得在足球上面还是可以玩的 尤其是人家防守在那个龙门前面的时候啊 只要你丢熊熊的位置丢队的话呢 我觉得那一秒钟足够让你比较好的 那罗莎呢 也被提升了普攻去大招效率的哦 对啦 现在的罗莎呢 三下完整的普攻就可以刷起一个大招了的 这样子算起来很可怕耶 如果三下打中完他开启一个大招 避开战场的话 你根本打不死他哦 但是很可惜的一点 罗莎依然是没有造型的哦 耶 嘿嘿 加剂啊也是有被调整的哦 他的语言还演能力执行啊 范围将会增加50%哦 对啦 这里很明确的看得出是大了很多啦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二星会比较好用一点的 嗯 毕竟二星是永久带着这个免伤15%的效果嘛 对对对 这个情况只有在被围攻的时候 也许会比较好啦 这个能力执行 好 那我们就说一说雪莉吧 雪莉的基础血量啊 也就是一击的时候呢 从3600提升至3800的哦 这里看得出其实提升了蛮多血量的 也希望雪莉在日后啊 加上了新武装配件的出场的会 可以打爆一切了好不好 嗯 那在这里他普攻刷大招效率呢 也被提升了哦 对啦 在这里雪莉啊 近战的话打两号普攻就会一个大招了 嗯 怕不怕 基本上现在我们就不可以乱乱按普攻了 我们按两下就停一下来按大招了啦 对啦 然后他也降低了大招去大招的效率哦 但是呢不要担心了 依然可以一个大招再加上一个普攻 再刷取一个大招 嗯 那前提他只要两发普攻就能刷一个大 所以你依然就有一个普攻了 所以整体来看雪莉算是一个buff来的啦 嗯 那史派克啊 他的普攻小次次基础伤害提升了哦 从520提升到560了 这样他的伤害呢就变得更加的爆炸了啦 嗯 而且他大招去大招的效率呢也被提升了 他很可惜这里看得出呢 就是一点点的小进步了 不太明显的 没错 他啦也是被提升了普攻去大招的效率的哦 现在的他呢只要四下完整的普攻打中敌人 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啦 也就是四三十二十二张卡牌打中敌人 嗯 其实这个来讲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帮助 因为更多时候我们是一张一张卡牌要去刷敌人的嘛 对啦 接下来滴答呢也被提升了普攻去大招效率的哦 哇这个效果超明显的哦 我跟你讲 之前呢 打了两下普攻过还有一大阶在刷取一个大招 对 现在我两下普攻就是说是六颗地雷 中敌人的话呢我立刻就会被大招了 嗯 比如在一些抢星的开场哈 我们会直接丢六颗在一个位置限制走位 对 敌人一走出来你就直接送他一个大招啦 对所以看得出以后的滴答会变得十分恶心啦 嗯 接下来Mr.P呢就是被降低了普攻去大招效率的哦 但是不要担心依然是三发完整的普攻就可以刷取一个大招了 也就是六下的了 嗯 同时他的大招刷大招的效率啊也被降低了哦 以往的小屁呢打十六下敌人才可以刷取一个大招 现在呢需要打十八下的了 虽然说Mr.P再度的被削弱啦 嗯 但这次的削弱我觉得是一个小削弱而已啦 嗯 已经小屁你 有没有办法打到敌人十八下六等等的嘛 嗯 等到波克啦 波克这个疗愈阴差呢 他会血量从0秒500降到400哦 对啦所以这里以后玩这个双塔波克有可能就 没有那么给力了啦 嗯 但是呢波克依然是一个蛮强势的辅助英雄啦 对在前期可能会比较影响 因为我们通常武装会用在比较前期的时候嘛 对啦 那接下来奔腾在这里再度的被削弱 他的第一能力之星爆裂啊 不再让普攻飞到最远距离的时候分裂哦 哦那所以他第一个能力之星将会被调整对吧 对 之前的奔腾呢不管你打中主要物或者是飞到最远距离都会爆开 对 现在呢打中主要物他才会爆开 哦 所以在这里奔腾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削弱来的 他不再可以对着空气丢啦 可是要一定要命中一定的目标啦 对你打不中敌人就要打中墙壁 不然的话呢你的能力之星就会帮你分裂普攻啦 诶如果学起来的话要闪开个奔腾的那个刺刺的话感觉不错哦 只要你闪开一些阻碍物的旁边就能让他不能轻易刷大招啦 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格尔啦 格尔在这里呢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乐活哦 他的补装配件弹跳板啊 他的小弹簧呢 从12格的距离降至6格也就是减半啊 哇这个可以讲是我们目前看到最大的一个NF来的哦 直接砍一半哦 对没有办法 格尔的弹簧啊尤其是在金库里面啊 跟农法玩的 如果是讲今天我想推别一些英雄我不要玩格尔 但是你就面对到对面会有格尔 然后你就导致到很困扰 对那心理压力很大你不知道他几时的跳过啊 现在12格的距离变成6格呢 我觉得这一波也做得蛮合理的啦 他只是让他依然保留着那个可以跨越障碍物的优势 但是就拿掉了他那个太过夸张的那个优势在那边了 那在这里格尔也不要相信哦 他的弹跳板呢就有新的设计了哦 啊 之前呢就是比较黑边的样子中间黄色的嘛 现在也是调反来的哦 所以讲我们在整场游戏里面在地图中了 我们就可以分得出哪一个是格尔的弹簧 哪一个是不同的弹簧 对啦 那比特8号啊他能力执行复活接管啊 将会被行动电源而取代的哦 对啦 复活接管呢他有用的地方可能也在于玩生死斗啦 当然是死斗之类的 对 那现在行动电源呢我觉得比较好用一点就是说 他可以跟队友一起配合用的 当比特8号接近增强器的时候呢 他将会提升移动速度的哦 嗯 就你补掉他总部慢这个缺点啦 哦 但是坏处就讲以后在单人生死斗里面呢 可能就比较少会看到比特8号这个角色了啦 对啦 毕竟有两条命在生死斗里面完全就是很有优势 对 他本来的弹势就是两条命还有高攻击嘛 现在呢我们倒回来格这一边啦 噢 格尔的能力只是一路顺风呢 将会被雪上加双取代的哦 噢 这个新的效果呢就是他的普攻将会对敌人造成0.4秒的减速 嗯 这个就不用开的 不用开的一只都会有的 对 我觉得也是好一路顺风你看到多次会有人用 对 其实他刚推出的时候我们有尝试去用几下 那后来发现 于是那个真的是好用太多了 那我觉得他这0.4秒的减速很有用的哦 感觉上啊 其他的英雄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放出来 那他只要打中就能了哦 对 如果你玩一些比较空旷的地图呢 就建议带这个能力之星啦 毕竟不是每一张地图都那么多枪 给你用一星的嘛 就是 现在有这个新的个星呢 我觉得真的是好善用的 毕竟这0.4秒的减速啊 可以打到很多敌人的一些节奏的 嗯 最后就轮到帕姆啦 大妈地盘的视觉治疗范围啊 调整跟实际治疗范围一样的哦 对啦 以往的大妈地盘呢 你看上去范围很大 嗯 但是你真正来讲 回血的范围呢 没有那么大 也就是说视觉被骗了 哦 之前有些变狂狂在外面 现在呢 他就改回去了 就是说 现在只要你站进那个圈 你就可以回到血了 嗯 所以视觉上呢是变小了 但实际上呢 治疗范围是没有改变过的 嗯 只是在画面上被改动而已啦 对啦 但是他武装配件呢 就真的变得了啦 现在武装配件的治疗范围啊 就跟大妈地盘的治疗范围一样的哦 也就是说 现在大妈地盘就变小了 对 但是呢 实际的治疗效果不变嘛 嗯 武装配件呢 间接的也变小了 治疗范围也变小了 对 因为武装配件之前可以根据 那个大妈地盘大的地方来回血了 对 现在呢 就只能根据实际的大妈地盘范围来回复啦 没错 也就是说 在帕姆这里呢 也看得出是一个NUFIRE的范围小时很多的 嗯 好啦好啦 那我们该讲的呢 也讲完了哦 嗯 而这一次的调整大部分都是在关于英雄 噓大招的方面比较多哦 对啊 可以看得出啊 日后的游戏节奏可能变得更快一点哦 嗯 毕竟英雄们啊 三两下就有个大招 三两下就有个大招了啦 可能说不用等到 不用把游戏拖到非常后期啊 都可以打出一个结果了 嗯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 把这个影片分析到非常的仔细 或许可以讲很紧 它是很小的东西 但是我们都会把它放大来做啦 希望兄弟们是喜欢看到这样仔细的东西的 也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拿素材了好不好 你看每一幕都是花时间的好不好 那希望兄弟们呢也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啦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咦完了啦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啊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 将会在每逢一三五晚上七点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